加薩战争进入第十一个月 美国挺巴勒斯坦的民间团体 持续走上街头呼吁停火 随着美国大选逼近 群众声援巴勒斯坦的同时 也展现对执政党民主党的不满 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获得提名后 有别过去曾为巴勒斯坦的处境发声 现在多次强调支持以色列自卫 这等于拒绝挺巴民众提出 以武器禁运逼以色列停火的诉求 在什么她说的 她说了这种态度或这种态度 如果她真的真的 她说 Israel,你必须停止 你的战争 如果你不停 我们会停止寄武器和援助 这是唯一的方法 我们会承认 这些东西的方法 所说的事情 是不同于任何其他人 而巴勒斯坦的民众普遍 认为贺锦丽和拜登的政策没有不同 民主和共和两大政党 挺以色列的态度也都一样 近来的挺巴斯坦游行中 可以看到不少民众 举台表态巨头贺锦丽 不想再被民主党 以川普当选会更糟的话术绑架 如果你想要保护性货 如果你想要保护性货 如果你想要看这些孩子 被判断在巴勒斯坦 你看女人不可以给予生 做其实什么 有话语言 语言 我认为 Kamala Harris 不像拜登 不是正常的 贪图斯坦 但我认为她会改变政策 任何方式 贺锦丽近来的民调已经领先川普 但在穆斯林社群仍有带突破 根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 8月底针对穆斯林人口进行调查 贺锦丽获得29.4%的支持 川普11.2% 另外两位小党候选人 共获得33.3%的支持 16.5%未决定 8.8%打算不投票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芝加哥报道